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宁 从今天开始又在此地为大家主持这个报道性的节目春回 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一起来享受这份属于报道文学范畴的知性与感性的情绪 刚才都已经看到了几段很珍贵的影片资料 现在就让你我走向历史的时光隧道 领悟一下直干阁一位设计的英雄好汉们 在当年怎么样遇写抗战 怎么样光复台湾 怎么样在最二小岛的金门写下了古宁头大捷的光荣时机 因为没有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的光复 没有古宁头大捷就没有保得住台湾的信心 当然台湾的安全英勇的军人们还有好几次惊心动火的战役 不过那要留到后面再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兵陶蒂亚先生 请他来谈谈抗战的艰苦和胜利的欢乐